金屎皇他妈跟着老宝来招聘新员工 只为今天可以买个长相逼由特服的姑娘 来扩充一宏愿的实力 而这个头上插着四根稻草的女孩就是她们的目标 只见她被人拖着下巴 360度无死角地展示给大家看 精美的五官 大大的眼睛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万人迷吗 下面的老宝也更加兴奋地肯定自己的眼光 就连楼上那个牵着铁链人质的大爷 也跃跃欲试地想把姑娘买下做自己的小老婆 果然男人只有挂墙上了才会老实 拍卖一开始老宝就赶紧出家 老宝一听这就不乐意了 这不是扰乱行情吗 为了赌一口气老宝再次出家 这回可把老宝惹生气了 愤愤不平地带着她的四个貌美如花的员工就要走 而其中的夏莲 也就是未来的秦始皇亲妈 赶紧提示老宝接下来还有夜明珠拍卖呢 老宝被气的夜明珠也没有心情看了 夏莲一回头见吕不韦正色秘密地盯着自己 其实在整个拍卖会上 吕不韦就一直在时不时地偷窥她 而此时的夏莲似乎对她也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接下来要拍的是价值连城的夜明珠 台上负责拍卖的司空马也是个营销高手 先是让观众看宝贝 这时吕不韦便问这一世几百年的夜明珠是如何找到的 于是这个司空马就顺势开始给大家讲故事 此时台下的吕不韦饶有兴致地看着台上的她 原来这一切都是吕不韦和司空马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所谓的夜明珠也只是个不值钱的珠子 她的目的就是要利用夜明珠炒作自己的知名度 众人见夜明珠被传说得神乎其神的 纷纷赶紧抢着出价 有人开口就出三百斤 眼看价格被他们越炒越高 吕不韦赶紧出价五百斤 这让坐在VAP座位的赵国丞相坐不住了 自己堂堂一国宰相如果近拍不过一个小小的商人 这让别人看到了不是打脸吗 于是她犹豫了片刻 忍痛出价到六百斤 这让众人都唏嘘不已 眼看夜明珠就要归丞相所有 吕不韦见时机成熟又出一个天价 这样身为丞相的赵胜也彻底的傻眼了 此时不得不佩服吕不韦的大胆和聪明 他自导自演和司空马畅的双簧 一分钱不花就给自己做了一波免费的广告 他的名字彻底打响了整个邯郸城 也成功引起了丞相对自己的关注 吕不韦在白天的拍卖现场 就看上了这个美丽动人的夏莲 俗话说只要长得好 三官跟着五官跑 这个鼎鼎有名的大商人吕不韦也不例外 他被这个身为娼妓的夏莲深深吸引 但是当他来到门口的时候 老宝还在对白天吕不韦和自己抢人的事情耿耿于怀 他甚至刁难吕不韦从自己的胯下钻过去 而好在吕不韦脸皮后没有和他计较 所谓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吗 好不容易见到夏莲 此时的吕不韦却又被老宝刁难 声称一块金币只能看夏莲跳舞 如果想要其他服务必须要加钱 并且老宝这个一千瓦电灯泡还要留在现场计算时间 而这些并没有影响吕不韦的性质 只见他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夏莲 生怕少看一眼 就浪费了自己的一块金币 接着奏乐 接着我 嫂子带你们摇起来 正在吕不韦看得意犹未尽的时候 老宝却又煞风景地叫停了夏莲 声称时间到了 说着就要带夏莲走 吕不韦见美人要走 自然是舍不得了 然景再次拿出两块金饼要求再加一个小时 让夏莲陪自己聊聊天喝点小酒 见钱眼开的老宝才意识到 此时的自己这个电灯泡有点多余 临走还警告吕不韦 绝对不可以做超过服务范围以外的事情 吕不韦见老宝废话说个不停就要轰他走 此时的老宝再次提醒夏莲 就聊聊天啊 妈妈放心 女儿明白 并且打开沙漏开始倒计时 还悄悄地在门口偷看 吕不韦想到长期这样约会成本太高 就产生了想帮夏莲赎身的想法 而夏莲面对这个有钱的吕不韦心里自然是愿意的 可是他又担心老宝怎么会轻易放过他这个摇钱术 并且一个眼神暗示吕不韦门外的老宝在偷看 吕不韦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拿起一个鸡毛胆子朝门上的小孔插去 差点弄瞎老宝的眼睛 这下老宝也被惹怒了 这边吕不韦还在夏莲面前吹牛 没有我不敢做 只见老宝带着几个光头壮汉闯了进来 随后吕不韦就这样被老宝无情地扔了出去 吕不韦哪受过这样的欺齿大辱 他也暗暗发誓此仇不报 非君子 一个油腻大叔叫老矮 他以气大火好勾引秦国太后而出名 而多年后他又化身为好男人下东海 这天吕不韦和司空马正在吃饭 赵国丞相的门徒就慕名来蹭饭 吕不韦一看有人搭讪自己 就赶紧客气地让他们入座 而他们刚刚坐下 后面竟然又来了一个蹭饭的男人 这两个门客赶紧帮忙介绍起了他的身份 而此时的烙矮还不忘告诉吕不韦 你请我喝酒吃饭可以 但是由于我今天身上没有带一分钱 所以今天这个单必须你来买 见吕不韦答应了才放心 聪明的吕不韦这顿饭也没有白花钱 当他得知那天在拍卖行上的丞相 要为赵国抵御秦国而筹钱募捐的时候 觉得自己也该做点慈善 进一步打响自己的知名度 随后他带着一箱金子来到募捐现场 他的行为再次吸引了赵国丞相的注意 丞相邀请了吕不韦单独会面 一个有权 一个有钱的两个人在一起 开始了商业互捧 一番客套后 丞相便提出要求收吕不韦做自己的门客 吕不韦可不傻 放着卫博首付不做 做你家的打工仔 再说了自己这辈子哪怕去卖大葱 也不可能给别人打工的 遭到拒绝的丞相 便给吕不韦送上了一张丞相府的通行证 第二天吕不韦就来到丞相府 提议为了缓解赵国打仗没有钱的窘国 可以对那些娱乐场所增加税收 此时的丞相便问吕不韦 以你的眼光来看 这税加多少才合适呢 十倍 不难看出来此时的吕不韦是有点报复在身上的 第一个被开刀的就是一红院 说完就让士兵开始动手 只见老宝所有值钱的珍宝 铜器瓷器全部都被搜了出来 此时的老宝难过得要死要活 老宝建店铺马上都要倒闭了 员工还想要工资 便一气之下解开腰带准备上吊 还没有等他断气 这些当官的又抬出一项金币 老宝建自己棺材本也被收了出来 说完就带着金币走了 而这些士兵前脚刚走 吕不韦就茶里茶器走了进来 此时的老宝再也没有了上次的威风 央求吕不韦带走自己的四个员工 而成人之威的吕不韦 便提出给老宝十块金币 自己带走下连 声称这些钱可以让他东山再起 吕公子 这是我们的大恩人呢 啊 哈哈哈哈